火箭星空 火箭星空 如果大家對水晶有興趣 想知道更多相關的資訊 請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和按鈴鐺 這樣就不會錯過每一集精彩的內容 今天我要做一個開箱 到達了多少貨品 看看裡面是什麼來 我先開這個 先開箱 哇 今天真是大豐收 五個箱下很多漂亮的產品 好 現在開始 拆開海綿 哇 很漂亮 裡面有很多黃色的 好漂亮 好漂亮 掌握一下 海綿 我短暗 好漂亮 好漂亮 海綦 水 半分 漣漣 酸 Pilate 好感 大約二十五刀 一百五刀 小白 終於拆箱完成了貨品 現在我先去看看貨品 這支是黃水晶 很漂亮的黃水晶柱 全部大家看看 很多金字塔充滿了能量 亦有很多裡面的彩虹 這個大家有沒有留意看看 左邊右邊就好像我們納縣 不一樣的三隻手指 為什麼呢 這個用來納縣就非常好 能量是很強的很漂亮 另外前面這個精動 很多黃色的共生在裡面 我們照一下它看看 看到很多黃色的共生 我們叫方解石或者太晶在裡面 這個叫招材 它也很通透 這個 這個也比較不多 因為它很清澈 還有水晶柱再加水晶軸 也是共生 這個軸是向上發展的 很少 通常軸在下面 變成這個可以充電也可以 也可以去除貨能量 也可以 這個 這個有個名堂 這個就是魚眼水晶軸 你有沒有留意 它每一支水晶裡面 都是一個霧狀的金字塔 也都好像一個魚眼 每一支都有的 每一支都有的 能量也都很強 也可以充電去負能量 這些是玄石來的 或者我們叫做礦物 這個就是一般的水晶軸 它跟平時那些不同的 平時那些比較幼 這個每一支都是比較粗 比較強壯一些的 那這個就特別一點了 這個 這個很特別的 為什麼呢 它每一支水晶不單是通透 還有 我們經常說這個順色水晶 它是帶有五個角 這個每一支都是這樣 都帶有五個角 它不單是可以充電 而且可以令到整個家 整個空間都可以充滿一個能量 如果我們經常說 如果你放一些水晶串上去充電 你可以這樣 捉一條捉一條方 這樣就變成不會影響 不會說有這個雙蔥 非常非常之好 是吧 這個又很特別的 它一支支的軸 也是向上發展的 是比較特別的 這個呢 我也有講過 這個紅皮水晶軸 那些邊邊和面 充滿了粉紅色的光網 這個也很漂亮的 好 這個呢 最後這個呢 就是金貼礦 那麼 它的作用是什麼呢 它也是招財 招財 還有 就是聚財庫的 這個也是很罕有的 這些不是貼上去的 這些金呢 和紅紅的顏色是天然的 好 好了 最後呢 就是這個水晶堡 那我先敲一下它 這個 心命之花水晶堡 水晶堡 有分很多不同的音調 這個調就是C調 即是我們說的底律 今天呢 哇 瘦鍋呢 非常之豐富了